如果是習慣吃素民眾 可能都知道在嘉義講 反正有一間已經開15檔的素食合衣 前幾年每天一開門營業 每個客戶總是一台接一台 因為這間老店 所賣的合衣 味道很多 民眾吃了都一直喝了 因為湯頭喝了 又有肥膽的感覺 而且不會哭 不會燙 也不會選擇 稍微不夠六八大空間 這間打環一開門營業 又要人家坐在一起 大家總是創到優先合衣這個味 老闆牛種湯好的豆菜芽 反正放一碗來 接著再放四條麵線 這碗合衣麵線 只要45塊 湯這麼獨特 都有很高的優先味 就是這個不會油膩的口味 在他們很多樓頭 聽到名聲前來 它的湯頭會回甘 對 回甘 然後不燥熱 你知道它是素質的嗎 知道啊 那吃起來跟外面那個 像分的啦 類似的湯麵啦 嗯 它就比較清爽 外面就會到最後是口乾舌燥 不然就是 味素太多 麵線乾麵 都有吃過 喝手舞湯最好的 湯頭喝完的味噌 還不會哭 以這鍋素冬鬼優先湯 老闆牛用最頂童油膩 稍微點煮八點煎 再加進祖團避風 要讓民眾喝下這碗素質冬鬼優先湯 不覺得作戒 要可以補身體 看準有越來越多民眾 知道央生幾度 老闆牛親自最早 吃不飽口的優先人 一天只能賣出200顆 素量驚人 素食打環 修本經營 只要口味 贏下民眾的開口 也能成功 打向民眾 先新聞長先跟他一起 蔡鳳報道